你敢想象吗 这个97岁的护工奶奶 每天都要工作8个小时以上 却依旧是腿脚利索 身体半棒 就连她每天照料的老人都比自己小几十岁 老奶奶叫池田出生于1925年 干了一辈子护士 也让她倍感光荣和自豪 直到88岁的时候 又在三重县金市 一所养老院求得 一份工作一干就到现在 如今近百岁高龄的她也是日本最年长的看护 每天一大早池田都会第一个来到养老院 到了之后 池田就马不停蹄地开始穿梭于各个病房之间 这里的老人也都非常信任池田 所有人看到她的到来都会产生满满的安全感 多年来 不辞辛苦地细心照料着这里的每一位老人 也让这里的所有人都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和依靠 只有每天看到池田才会感到无比踏实 97岁的她虽然勾搂着身躯 但每天的工作强度甚至比年轻的看护还要大 即便如此她依旧腿脚力索干起活来 绝对不输年轻人 这位78岁的老奶奶由于无法进食 必须要通过食管来进行喂食 而这种需要耐心与体力的工作池田做起来也非常得心应手 喂食的同时 池田也会时刻关注老人的精神状态 如果发现异常就可以及时进行调整 完成喂食后还要为她量一次血压 一切正常后 池田会把老人身边收食干净后 才会赶往下一个病房 看着她勾搂的身躯和坚毅的步伐 让我忍不住想到自己的奶奶 池田照顾每一个老人 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般认真仔细 虽然她不如年轻护工那样手脚灵活 但是还是会尽自己所能为老人进行按摩放松 对一个97岁老人来说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每次做完按摩池田还会细心地拿起纸笔 记录老人的状态以及任何建议 上午的工作结束后还会进行总结 为了提高效率她也会学习如何使用智能手机 虽然操作手机很难 但是在同事们的帮助下 还是能够顺利处理一些基本的问题 她这种吃苦耐劳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 也是所有年轻同事们学习的榜样 很多人觉得97岁的高龄还要进行如此劳累的工作 简直就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可池田却不这样认为 她很感激能够在88岁的时候得到这样一份工作 对她来说尽自己所能让有需要的人得到良好的照顾 更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可是由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池田担心不能更好地照顾老人 便准备向养老院辞职 可是养老院并不打算同意她辞职 她的存在也让养老院的口碑一直好评如潮 当然她一个鼎俩的工作效率 以及极低的薪水也是院长不同意 她辞职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日本各行各业其实内卷也是非常的严重 其实很多日本老人由于退休后 养老金根本无法维持生活 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退而不休 不得不去找一份工作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池田老奶奶每天都会拄着拐杖 慢慢悠悠地走回家 这样也能锻炼一下身体 让自己更有精气神 房间虽小蛋却收拾得干净整洁 池田老奶奶一辈子无儿无女 自从十年前爱人去世后便截然一身 因此工作也就成了她唯一的精神依靠 在家的时候她时常会觉得孤单和失落 总是会看着窗外静静地发呆 这一幕着实让人无比心疼 也希望大家能够抽空回家多陪陪家里的老人 他们有时候最需要的也只是子女 能够多多陪在身边仅此而已 池田奶奶做任何事都是亲力亲为 不想麻烦任何人就连后事也早已提前安排好了 跟很多日本老人一样 她最怕的也是孤独死 所以现在的她把全部都投入到了工作里 也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才能让她开心 养老院里的所有同事和老人都是她的亲人 每天能和他们聊天相处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她来说能一直工作到 死可能才是最幸运的事